这名男子太豪气了 直接花了20万买了一个金腰带 有个老外出价两亿购买 他都没卖 专家看后都有些震惊 开口说道 还好你没卖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男子的金腰带到底价值几何呢 今天就让我们回到节目现场 一看究竟 藏宝之门打开 一位身强体壮的男子从中走了出来 手中还拿着一件金光闪闪的藏品 主持人看了都有些失神了 赶忙开口问道 请问该怎么称呼您呢 您今天带来的藏品又是什么呢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男子说自己姓李 带来的藏品是一条金腰带 前几天有人出价两个亿都没卖 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想请专家鉴定一下 顺便给出一个估价 听到男子这样说 众人都震惊了 这到底是什么金贵的腰带 竟然要花两亿购买 主持人也对此感到非常好奇 便开口问道 真没想到李先生的这条腰带这么值钱 肯定是家里传了好几代的传家宝吧 李先生摇了要说回道道 这并不是我家的传家宝 而是在古玩店买的 我平时就喜欢搞搞收藏 有空就会去古玩市场逛一逛 有一次路过一家古玩店 一眼就看到了挂在墙上的金腰带 当时就下定决心要把它买下来 所以就进店了解了一下 古玩店的老板说 这是他在内蒙古淘道的古董 原本是自己收藏的 但是最近家里出了点事 迫不得已才拿出来售卖 我看老板十分真诚 自己也是真心喜欢这个宝贝 就让老板给一个最低价 老板伸出了两个指头 说要20万 我觉得价格还算合适 当场就把金腰带买下来了 这一收藏就是10年 那可是10年前的20万啊 不得不说 李先生为了古董是真舍得投资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观众朋友们还是觉得李先生被骗了 因为店家为了卖古董 肯定是要吹嘘的 要不然他们怎么挣钱呢 李先生却不这么认为 他说前几天家中来了一个老外 就是听说我这里有金腰带才来的 我拿给了他看了一下 他也对这条腰带很着迷 直接出价两亿购买 但是我觉得这条金腰带是中国的文物 说什么也不能让外国人带走 李先生的话音刚落 全场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中国已经有太多的文物在外国流浪了 千万要好好保存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不过李先生的金腰带真的价值两亿吗 只能让专家揭开这个谜底了 专家小心翼翼地从李先生手中揭过了这条腰带 生怕碰坏了售价两亿元的腰带 紧接着就拿起一旁的放大镜 仔细地观察起来 越看表情越严肃 然后开口说道 还好你没有把它卖了 从金腰带的外观上来看 的确有一种蒙古族的豪放气息 但是拿在手里却轻飘飘的 一看就不是纯金打造的 现在古玩市场上有很多类似的房品 大多是用镀金的工艺制造的 然后再加上做旧 普通人都无法分辨真假 因此 我断定李先生的这条腰带并不是什么古董 只是一件现代工艺品 听到这个结果后 观众朋友都为李先生感到可惜 这可是花了二十万买的 最后却只是一件工艺品 李先生也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直接愣在了原地 等他回国神后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既然专家说我这是一件艳品 那个老外 为何还愿意出两亿购买呢 专家说老外看中国的文物 并不是看真假 只是看有没有东方特色 他可能也不了解古代的文物 虽然我们也不想看到这种结果 但还是得如实告诉你 以防后面再上当 古玩市场的水非常深 稍不注意就会买到艳品 尤其是古玩商店的老板 他们也是为了挣钱 肯定是怎么好听怎么说 在这里也要劝一下各位藏友 一定要擦亮眼睛 千万不要轻易出手 否则就会被坑得血本无归 李先生听到这里 也就放弃挣扎了 这二十万也算给自己交学费了 但真是有点贵 希望以后不要再看走眼了 李先生拿着金腰带 落寞地离开了舞台 但是他的遭遇值得大家铭记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大家对李先生的金腰 带有什么看法呢 你们在古董收藏方面 有什么建议呢 不妨在评论区中留言分享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让我们下期再见